哈喽 你好 我是Frank 今天咱们来到了二学二课 最近收到很多人的私信说 老师 你讲课的时候的声音非常的慷慨激昂 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阳光 给我们带来非常强的正能量 其实这一点呢 也是我一直想给大家传递的价值观 因为有句话说 生活呢 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对吧 谁没点事啊 天天 但是当你的乐观积极的态度形成一种习惯 当你的微笑成了一种习惯 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的把你击倒了 好 这节课咱们先上来 还是要讲英语 首先来回忆一下上节课讲的这些新的单词 上节课我们学了一个 第一个词 这个h不发音 所以是what 神末 然后第二个词是swine 天鹅 watch 洗 watch 手表 同时这个词还有动词观看的意思 比如说看电视 watch tv 或者看一场比赛 也可以用watch 好 接下来 water 表示水的意思 wattermelon melon 是瓜 那么水 充满水的瓜 就是大西瓜 watermelon 好 最后一个want 这词表示想要的意思 好 再看class 表示班机 classroom 是教室 classmate 是教室里的同学 glass 是玻璃 glasses 是眼镜 sanglasses 是太阳镜 好 sun 是太阳 还有一个sun 跟他读音一模一样 这个词是儿子的意思 家里的小皇帝 小太阳 好 最后一个词grass 草 或者草地 好 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学习的部分 今天我们要学会一个词 这个词之前我们就认识它 have 表示有的意思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会它的使用 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会用到这个词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有个新的方案 我有一个笔 我有钱了 或者是我有一个短头发 我有个大嘴巴 都可以用 有这个词have 我们现在就来造几个句子 我有一根钢笔 I have a pen 非常简单 直接对应着中文的思路就可以了 我 I 有 have 一个 a pen 钢笔 直接一一对应 言丝合缝 接着 我有一个包 I have a bag 我有一个帽子 I have a hat 你注意到了 只需要把后面这个东西一替换就完事了 这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说的什么呢 巨型框架 这个架子给你搭起来了 把里边这个东西来回替换 就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了 好 我有一个嘴巴 I have a mouth 我再升级一下 如果说我有个大嘴巴的话 那我在mouth的前面再加一个big就可以了 I have a big mouth 好 接下来 我有一条裙子 I have a dress 我有一个铅笔盒 I have a pencil box 我有一头长发 I have long hair 注意 这里面为什么我没说 I have a long hair 因为头发很多根 数一数不清 对吧 它并不是一根头发 不是我有一根长头发 而是我有一头的长发 所以说这里面就不加阿了 I have long hair 我有长头发 那我有短头发呢 就是 I have short hair 好 接着这一页呢 是在上一页基础上的升级 也就是在这个东西的前面 我又加上那个形容词 比如说这帽子 什么颜色的 粉色的 这什么样的一条裙子呢 非常好看的一条裙子 好 我们来练一下这一页啊 have表示有 记住了 我有一个红色的包 I have a red bag 好 我有一个黑色的笔呢 就是I have a black pin 我有一个粉色的帽子 I have a pink hat 我有一个绿色的铅笔 I have a green pencil 你看 以此类推啊 非常的简单 我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裙子 I have a nice dress 好 接下来 我有一个球 这是非常简单基础的用法 I have a ball 好 接下来升级一下 我有一个大大的球 I have a big ball 那我有一个足球 I have a football 好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些练习 现在你会发现 哇 我怎么会的东西这么多 现在啊 就是把你之前会的这些名词 再加上咱们学的这些形容词 比如大呀 高呀 很好啊 漂亮啊 这些东西 一拼装 咱们就可以说出很多变化 多端的这样的句子 好 现在来一个啊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卧室 我大主卧 非常大 非常漂亮啊 I have a big bedroom 那么接下来 来一个虚拟的啊 我有一个好运气 运气这个词叫luck 你看到很多的 这个T恤衫上会写一个英文啊 叫lucky 幸运的 这是它的形容词形式啊 平常在夏天呢 你会看到很多人 穿着印着lucky这样的T恤的人啊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像还有一些运动商上 喜欢印着sport 运动 包括鞋上啊 印象英文 其实那是什么呢 sport运动 好 我有一个好运气 那就是I have a good luck 不管是食物还是虚拟都可以用I have I have a good luck 那我有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一个风筝 I have a nice kite 我有一个新的玩具汽车 来看到这儿啊 我们用了三个词叠在一块 I have a new toy car I have a new toy car 这个时候注意它的语序不能是a toy new car 对不对了 就严格的按照咱们中文对照过去就可以了 new新的玩具汽车 new toy car就可以了 好 再来一句 我有五美元 I have five dollars five这个词表示五的意思 那么美元是dollar 之前我们学过了 注意超过一美元的 从二美元开始 我们就要需要用它的复数形式 dollar变成复数 在dollar的后面加一个s 读成dollars dollars 一美元就是one dollar 那两美元就是two dollars 五美元也是five dollars 好have的最后一页的练习 咱们再巩固一下 我有一个新的勺子 I have a new toy 你看这些练习都不是白做的 把之前学的很多非常实用的词 今天串联起来加深你的印象 好 我有一个冰激凌 I have an ice cream 注意这里面 我没有用I have a ice cream 因为Ice cream是以原音I开头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它前面就不要加a了 要换成an 放在一起读and 为什么这样做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读的时候好读 如果是a的话 跟这个i 他俩读快了 就a ice cream a ice cream 这就不好听了 那如果现在换成an的话 读起来就an ice cream 这样读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包括我之前提到过 在原音前面 这个the他也要读成the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让他读得更加舒服 比如说english english这个词除了表示英语 还可以表示英国人 我想说英国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类人 我就可以说the english are interesting 好 接着 我有一个蓝色的自行车 I have a blue bike 我有一个新的小短裙 I have a new skirt 我有十根手指 I have ten fingers finger这个词表示手指 one finger two fingers 跟那个dollars 是一个意思 超过两个 咱们就要用复数的形式 后面加s fingers 好 以上就是对have这个词的总结 把之前咱们学的一些词都穿了起来 组成了很多个话 对于这一部分 我对你的要求是 你需要能够先读英文 然后马上说出他的中文 比如说这一页上 I have a new sport 我有一个新的勺子 你要能做到这样 速度越快越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握另外一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法 就是go的用法 之前我们学了go to school 表示上学的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要在后面再加点内容 我怎么去上学 我是坐车去的 还是骑自行车去的 加一些交通工具 好 首先第一句话 I go to school by bus 就是by bus 这咱们讲by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其实就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骑乘 借助什么样的方式 用by这个词by bus 然后乘出租车就是by taxi 好 这里面对于这句话的翻译 我要再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 并不是读文字 不是像个机器一样 I go to school by bus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里面要有轻有重 I go to school 看这里面 我略读了一个词叫to 我把它读成了一个类似什么的音呢 类似一个t的音 它非常轻 I go to school I go to school 我没有读成I go to school 就不好听了 因为这个to说白了 它的意思没有那么重要 I go to school 也表示我去上学 by bus 这个bus 是这句话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 所以说要稍微的加强一下重音 好 第二句话 I go to school by taxi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是出租车 那么第三句 我坐地铁去上学 I go to school by subway 之前说了赛百味 开在地铁里的这种快餐 subway就是地铁的意思 I go to school by subway 然后如果是开车去的话 就是I go to school by car 那骑车呢 就是I go to school by bike 好 去上学怎么搞定了 那么还有其他地方 比如说I go to the park 这是比较常规的地方了 为什么拿去上学作为例子呢 因为school的前面是不加车的 那么其他的地点 比如说the park the garden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常规的地方 前面都要加一个定观词 车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一页上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就是这个home 家 家的前面也不能加the 你从来没有见过go to the home 没有这样的 甚至to我们也不要 直接是go home 之前在讲go home的时候也提到了 应用的场景很多 比如说打球的时候 你跟对手喷垃圾话 说你的水瓶你回家吧 这些是go home go home baby 宝贝回家吧 好 那么现在 I go home by subway 其实后面这些buy什么什么东西 都跟上夜是一样的 咱们只是需要通过这些例子 不断的去强化加深印象 好 我回家是坐taxi回家的 I go home by taxi 这里面的词 如果还有不会的话 那就不太妥了 今天都是非常简单的词 而且之前也是学了一遍 又复习了一遍 今天再练一遍 什么subway taxi 包括bus bike这些词 不应该不会了 好 回家是坐公交车回的 I go home by bus 然后是骑车的回来的 I go home by bike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 我是走路回来的 不是by foot 而是on foot 我用脚回来的 就是走路回家 坐11路回来的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今天要学的一个新的音 你看这个音的颜色 前面是粉色的 后面是红色的 红色的部分是不发音 这个gh之前我们也见过 在很多单词里面 它是不发音的 好 那么现在这四个字母组合在一起 它是怎么读的呢 它就是读前两个字母 E跟I的组合 这是感觉很累 A 好 这样一来就简单了 来看下面的三个单词 这三个单词的前面部分 可以说长的是一毛一样 都是这四个字母 E I G H 那么GH这个字母组合 出现在单词里的时候 它不发音 所以说这事儿就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发成A的音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单词就是A 加上一个T 它就变成了A 很简单 第二个单词呢 A加上一个T 然后长得一样 就念E 最后一个N T 它的尾巴是T 加上前面的A 就是AT 那么后面第三个词就是A 加上一个T 加上一个E T AT 好 接着来说这三个单词的意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三个数字 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 就是8 8 我们倒计时的时候 10 9 8 10 9 8 到8的时候就是8 那么它的下面一个词 就是在它的后面 在8的后面 加上了一个小尾巴 加成一个T 它表示18 8是8 那么18就是18 注意这个时候 中音要放在后面 T的上面 来跟第三个词区别 第三个词叫什么 叫80 这个词也是跟8有关 它是80 那么18跟80 你一定要读好了 它俩的区别 就在于中音放置的位置不一样 像我之前在国外做工程的时候 很多老外经常会重复的问你 你说的到底是18还是80 因为咱们中国人在说中音的时候 往往没有那么注意 18就是18 80就是80 那么80在读的时候 后面这个T 有一个简单的闪舌音 有弹舌音的现象 就是把这个T不读的这么重 就是轻轻的弹一下 舌头 这样的感觉 有点类似于 80 80 81 82 83 80 这样非常好听 好 18跟80 这一页快速的过一遍 8是8 18是18 80是80 好 接下来下一部分 我们还是要再熟悉句子 这不是什么新句子 都是之前我们学过的东西 然后把它拼装在一起 就可以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比如说这一页上 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就是there is的句型 我们之前学了 there表示那里 is表示是 但是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 它不单单的表示那里是 它还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有的概念 之前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有的词 叫have 比如说我有一只狗 我有一个桌子 I have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当你想表达 这桌子上有一个本 或者是床底下有一只猫的时候 它并不是谁有什么东西 并不是这个床 它有什么东西 而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there is的句型 你可以这样理解 按照它的字面意思 那里是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桌子上有一个乒乓球 就是那里是一个乒乓球 在桌子上 当然正常人说话 是不会这么要说的 所以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还是说桌上有一个乒乓球 所以说there is 就是表示有的意思 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记好了 以后当你想表达 比如说我家的院里 有一棵大树 你就可以用there is的句型 好 那么今天我用一些例子 狂轰烂炸 让你把there is的句型 彻底给它搞明白 首先我想说 有一个足球在地板上 其实这句话 正常语序是地板上有一个足球 但是在英语里 这个语序跟咱们是颠倒的 先说最重要的信息 最重要信息是一个球 好 there is a football 就是这么简单 there is表示有 那我加上 在后面加上一个球就可以了 a football there is a football 好 在地板上 on the floor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好 那么接着桌子上有一本书 好 我先说书 there is a book 就是there is 加上你要说的东西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在书桌上 好 第三句 池塘里有一个青蛙 there is a frog in the pool 非常简单 第四句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公园 有一个公园 我们先说 there is a park 好 在我家附近 near my home 就这么简单 把两句话连在一起 there is a park near my home 好 接下来再做几个练习 强化一下 其实这个道理明白之后 这些套路都是非常简单的了 就好像把架子搭完之后 咱们把东西直接扔进去就可以了 好 在我的学校附近 有一个动物园 there is a zoo near my school 好 在这个杯子里 有一个勺 这是比较小的一个范围的一个词了 there is a spoon 就是把有跟你后面的东西连在一块就可以了 there is a spoon in the cup 在杯子里 好 在我的书包里呢 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in my bag 最后一句 在这个铅笔盒里有一根钢笔 there is a pen in the pencil box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后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无脑的直接不用经过大脑思考 直接就造出来了 来顺便把之前咱们的学过的单词都顺便穿一穿 不断的加深记忆 现在我要表达在这个盘子里有一个叉子 盘子是dish 那么叉子是fork 那连上就是 there is a fork in the dish 好 在这个门的后边有一个条索 或者有一个扫把 门后面 后面是behind behind the door 然后有一个条索 there is a broom behind the door 好 在这个桌子的旁边有一把椅子 there is a chair near the desk 非常简单 好 在这个床的底下有一个足球 there is a football under the bed 好 那么到现在 如果你觉得很简单的话 那么说明你已经彻底掌握了there is这个句型 如果你觉得老师你讲的太慢了 太磨叽了 怎么这东西反复反来伏去讲 那么说明你就已经会了 但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 好 好这一页是there is最后一个加强的练习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在这个铅笔盒里有一个隔尺 there is a ruler in the pencil box 好 在这个床的上面有一个洋娃娃 there is a doll on the bed 非常简单 在这个书桌的上面有一本书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在床的上面翻来覆去的 不是床就是书桌 在床的上面有一只猫 there is a cat on the bed 好 最后一个 在这个书桌的下面有一只狗 there is a dog under the desk 好了 以上呢 就是there is的句型 我们就复习到这 顺便 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事 跟咱们今天讲的东西没关系 其实这个句型呢 不叫there is的句型 我怕之前给你搞懵了 这叫there be的句型 be是什么意思来的 be就是be动词 be有is am are 所以说呢 这个there be的句型 它不光是there is 它有的时候还是there are 包括以后我们学到过去式的时候 甚至是there was 或是there were 当然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现在知道 你只需要知道这些东西 由于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统称为there be的句型 那be动词呢 它的花样就多了 它可以有单数的be 也可以有负数的be 可以有过去式的be 也可以有将来式的be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只需要知道there is的句型就可以了 刚才那份话呢 你就当我没说 因为不是现在需要掌握的内容 好 接下来进入这节课 我们还要新学的一部分啊 那么看到这页呢 你可能会说 这页我学过呀 对吧 这个是oh啊 对吧 大吃一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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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e clothes rose hold home 这都学过呀 对吧 好 这页不是咱们要学的 这页是告诉你 下面这个音跟它发的是一样的 都发oh的音 好 这一页才是咱们这节课要学的新东西啊 它也发oh的音 这个字母组合是oh跟a 一个非常常见的组合 我们把这页的单词拼一下啊 都是新的单词 首先第一个 然后是oh 今天咱们讲了一个oh 大吃一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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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一个t 连上就是 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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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词 然后是oh 然后是t 很简单 boat 第三个词 只需要把前面第一个字母替换一下就可以了啊 加上一个oh 连上就是coat coat 好 第四个单词 有些长 长单词怎么办 先把它拆开 看看是不是两个单词拼起来的 没问题 前面是rain 我们学过a 对吧 rain 表示下雨的意思啊 train 那些课火车啊 rain 那么后面是coat 连上就是rain coat rain coat rain coat 好 再接着下来 下面一个单词th 就是组合音 发什么呢 一个非常轻的 不振动声带的 然后是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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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是咱们今天学这个o 然后加一个t 连上就是throat thr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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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下面一个 加上今天学这个o 最后一个是p 连上就是soap soap 其实有了之前咱们的发音经验之后啊 这种东西呢一说咱就明白了 对吧 好 再看下面一个发音rororo加上一个o 再加上一个d 连上就是roat roat roat 好 最后一个 后面是tr的组合发呈 但是你记住一点啊 在斯音的后面 所有的轻辅音都酌化 叫轻辅音酌化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丝桌 丝丝变丝桌 后面的两个e长得一样就念e 然后t 所以这个词连上就是street street street 好 现在单词的发音搞定了 咱们接下来来研究一下这几个新词的意思啊 首先呢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goat 我们之前学过sheep 那个表示绵羊啊 那么这个goat表示山羊 当然这个词除了表示山羊之外 还有一个经常被用起的意思啊 就是在这个NBA里面的最伟大的球员 史上最伟大球员叫goat 为什么呢 它是缩写 就是great of all time 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 最great great 这次咱们还没学啊 咱们只学过good 比good还要好 就是great 非常好 特别好 特别伟大 没关系啊 这只是顺带着一个知识点 并不是咱们这一课要学的啊 好 goat是咱们要学的 表示山羊的意思 那么下面一个词 boat 这山羊 你想它坐在一个小船上 boat这个词呢 就是船的意思啊 这个词是小船 咱们之前学的大轮船是ship 那么跟ship相对的呢 就是这种小船了 叫boat 那么这个词 很多其实小朋友在早教的时候已经接触过了 比如说你去过金宝贝的话 老师会给你唱这样一个歌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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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轻轻的划着我的小船 让我们荡起双奖 顺流而下 好 接下来下面一个词 你看他们长得很像啊 叫coat 这个词表示外套的意思 上衣 注意它不是下石船的裤子 跟它没关系啊 它只是外套 这个上衣外套 coat 那么这个山羊坐在这个船里面划船 海上比较冷啊 所以说要戴一件外衣啊 戴一件coat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词叫put 对吧 就是放的意思 比如说把这东西放在桌子上 或者放在什么上 那今天我要教你一个说法 把这个外套穿上 你看非常生活化的一个词啊 外套穿上 外套我们知道了 coat 穿上 穿我们用put 那么再来一个借词 用什么呢 用on 穿上嘛 对吧 往上 穿到身体上面 就等于把这个外套呢 put到你的身体上面 put on your coat 就是把你衣服穿上 put on your coat 好 下面一个词 就是在coat这个词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个ring 这很多人直接能猜到了啊 外套跟雨有什么关系呢 下雨天穿的外套 雨套不是雨套了 叫雨衣 你看像这种合成词呢 我们很容易猜到啊 雨加上外衣 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 就是雨衣的意思啊 ring coat 那么我们的故事继续啊 在海上呢 由于这个天冷了 最后导致下雨了 所以说要把这个ring coat 再穿上 好 接下来 但是呢 没想到啊 还是穿晚了 还是感冒了 着凉了 所以说喉咙疼 嗓子疼 感冒之后嗓子疼啊 喉咙这个词叫throat 跟这个throat组合的一个词语啊 我在这先渗透给你啊 但是不需要这颗掌握 比如说 轻轻嗓子 像我现在慷慨激昂啊 讲到现在嗓子有点哑了 轻轻嗓 轻轻嗓子 就叫clear my throat my表示我的 clear表示非常清楚 非常清晰的 明朗的 就我让我的舌头 不是我呢 我让我的喉咙 变得更加清爽一点啊 clear my throat 好 接着再来看下面一个词啊 叫soap 这词表示肥皂的意思 刚才说了 感冒了 throat很疼 嗓子很疼 喉咙很疼 那么赶紧回家洗个热水澡 好不好 让身体稍微放松一些 自我修复一下啊 洗澡的时候 一定要用什么呢 soap 一定要用肥皂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goat 还两天啊 用这个soap 洗完澡之后 感觉很舒服 还两天之后 身体康复了 接着他又要上路了 又要出去旅游了 因为这goat 天天也没什么事 是吧 天天就是玩 好 接着上路了 这个路 道路就是road road 当然这个路呢 可以是一条实际的公路 也可以是条虚拟的路 比如说我们走在改革开放的大路上 生活越来越美好 就可以用这个road 同时还有很多歌曲啊 包括电影也很喜欢用这个词叫on the road 就是在路上 我们一直在路上 就永远的不断的前进 keep moving forward 好 接下来学完了这个路 我们下面要学的一个词叫街 街跟路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你的城市 可能会有中华路 复兴路 南京路 这个路 它一定是南北方向的 所以说你记住road 叫road 或者叫路的 这样的东西 都是从南到北的 那么叫street street表示街 街道 这都是东西方向的 比如咱们北京 长安大街 长安街就是东西方向的街道 叫street ok 以上这些单词呢 就是咱们这节课 需要掌握的新的单词 再把小故事快速的穿一遍 主人公是一只羊 是一只山羊 注意啊 它不是sheep 而是goat 山羊 它划着小船 划着boat 在海上飘着 感觉很冷 要穿上put on coat 把外套外衣穿上 接着天下雨了 要穿个雨衣 rain coat 雨衣穿晚了 还是感冒了 嗓子疼 嗓子喉咙是throat 疼之后 我们去洗热水澡 洗澡的时候 要用soap 要用肥皂 好 养好了之后 我们接着上路 上到路上 路是road 那么与路相对应的是street 街道 ok 朋友们这节课 我们就到这 感谢你听完了这节课 我们胜利的曙光 马上就要见到了 现在已经22课了 后面还有8节课 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阶段毕业了 这个阶段毕业能意味着很多事啊 意味着你在中国国内 已经完爆了很多人的英语水平 在大部分的公共场合 见到什么标志啊 或者见到什么书本上 或者电视里出现的一些英语 你都能认识了 而且最重要的 你建立了一个对英语的自信 你这一下子掌握了这么多单词 而且还会说很多话 所以说为后面的学习 也打下了一个信心的基础 和一个扎实的一个知识的基础 ok 希望你能持续的关注我 希望我们能够一直的相互陪伴 共同成长 那么好 这节课就到这 感谢你